我看到这个新闻整个惊呆了 然后觉得说不定我也可以做做看 但想一想觉得我大概做不出去 好我在说什么 我们读下去你就知道 这是一个很劲爆的一个新潮流 好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遇英文一起读 其实标题就蛮清楚的 辣妹出租什么东西呢 她枕边的床位 然后赚翻了 我不太知道怎么翻译这个东西 我只能把它翻译成枕边的床位 如果只讲出租床位 你不懂什么意思 出租床位有什么了不起的 可是她出租的是她枕边的那个床位 What 也就是说她自己睡在这一边 然后她把她的另外一侧 床的另外一边 租给人家来睡 陌生人 那包括跟她发生关系呢 你自己想象 我们来读一下这个新闻好不好 所以她其实这个Trend的英文叫做 Hot Hot bedding Hot就是热这样子 Bed就是床 Hot bedding 那这个主角 你可以看一下萤幕 长这个样子 换做你 你租不租 OK 总之是个辣妹 来我们读一下她的新闻说什么 她说了 I make hundreds Renting out One side of my bed 所以她赚了好几百块 I make hundreds 把什么租出去呢 Renting out 租了什么呢 她的床的一侧 One side of my bed But her bedding requires boundaries 可是这个做法是需要一些 人跟人之间该守的分级的 所以这个boundary这个词 就可以拿来这样子用 人跟人之间该有的一些界限 我们就可以称它为boundaries OK 那我们实际读一下这个内文 所以她这个新闻就描述 她现在就是 她把她的梦想给活出来了 She is living the dream OK Sleeping with folks And charging them per lay 所以跟别人睡觉 而且呢 每睡一次就付一次钱 而且这个睡 所以不见得是真的睡啦 那我们知道 有一个词就是 如果今天你真的跟人家打个炮之类的 我们叫它get laid OK 所以我今天有个约会的对象 然后我觉得她也蛮喜欢我的 我就可以跟你聊天的时候 我就说 今天晚上可能会打到炮哦 I'm going to get laid tonight 我这是讲的比较 比较不 比较不那么直接 然后我们说 I'm going to have sex tonight 你这样讲当然也可以 可是口语的说法 通常不见得这么容易 把sex这个字拿出来 I'm going to get laid OK 就是我今天晚上会 好 有炮打 那她的名词就是 就是把东西放下来的 那个LAY 这样子 所以她变成被动的 形容词的时候 就是累的 这样子 好 所以 人家来睡一次 就付钱 所以Charging the money per lay 每累一次 付一次钱 All right 我下一段 Welcoming strangers into her bed every night has become a profitable practice for one sexy singleton 好 先看到这里 因为后来还有 那个形容词子句 所以 欢迎陌生人 到他床上 已经变成一个 很能够赚钱的 做法了 OK So welcoming strangers 动名词当作主词 welcoming 已经变成了 has become 而且是every night 抱歉 一个profitable practice 所以这个会赚钱 我们用profitable是没问题的 还有一个词 等一下有会看到 就是lucrative OK 大概也是可以翻成是很赚钱的 lucrative it's a lucrative business 所以它变成一个 profitable practice for one sexy singleton 对于一个这个很性感的 单身的人 所以这个单身的人 有时候我们就叫他singleton OK single ok是形容词 加个ton结尾就变名词了 所以它这个单身者 who tucks in an extra six hundred dollars a month by renting out the unoccupied side of her mattress 所以它这个tuck in这个词 就一样收钱的概念 我们讲过一个rig in这个词 这样tuck in也可以 tuck in有时候在床上 是把人家 他放到就是用被子盖好的概念 像假设你有小朋友 那小朋友每天晚上要你红上床 然后躺上去 然后唱个摇篮曲 然后被子给他盖上 这个动作就叫做tuck in OK so I will tuck in my daughter tuck in my son 这个概念 所以他这里用在赚钱 也是另外一种用法 所以他tuck in了一个 每个月多六百块 美金 这样 所以他刚刚前面讲的 I make hundreds也是对的 所以他光是把这个床位租出去 一个月就可以赚六百美 OK extra six hundred dollars a month by renting out the unoccupied side of her mattress 所以mattress就是床垫 床垫的那个没有被占的那一侧 所以他自己occupied了一侧 另外一侧就是unoccupied 所以这个词言没问题 那其实以前是他男朋友睡的 所以他后面又加了一个 那个地方扶持的概念 所以hyphen之后 where 所以他的unoccupied side of her mattress where her ex-boyfriend once slept for two years 所以本来是前男友睡 睡了两年 然后现在前男友没有了 就变成了每个月六百块 OK so her heart side her heart her heart side hustle 所以这边我刚卡了一下 所以这两个字是走在一起 就是side hustle 我们一般就称为这个斜杠 所以这个hustle其实就是有 hustle这个词我觉得蛮有趣的 hustle有一个概念就是 去买卖东西 所以这叫做hustle 所以一个hustler这个词 其实就像例如说 我在街上摆个摊子卖葱油饼 那会比较hustle OK 那你可以想象 这就表示我很勤勉的赚钱 就是连路边摆个摊 很辛苦的这样赚钱 这种事我愿意做 所以我就变成是一个会hustle的人 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会hustle的人 就是说他努力的在做事情之类的 所以在运动场上 我们也会用hustle这个字 例如说我看你在那边慢慢跑 然后像例如说打篮球好了 对手上篮成功 那现在攻手转换 我们要跑到从防守跑去进攻方 那结果其中一个队友就 就心不甘情不愿跑很慢 我可能就会对着他 come on man hustle up hustle OK 就是用点心力吧 OK 多加把劲 hustle这样子 所以我在卖葱油饼 I'm hustling OK 好 所以这里side hustle就被理解为就斜钢 那当然你也知道slash这个字 也是现在很常看到斜钢的说法 所以her heart side hustle 所以这不是hot side hustle 不是 是他的hot side hustle is part of the hot betting trend OK 所以这个trend叫做hot betting 我还不知道这中文该怎么翻 来我们再往下再看一段 hot betting is excellent for people who are able to detach emotionally and sleep next to another person in a completely respectful and no non-strength attached manner 所以这是一个 呃 凡是这个人讲的 好 这个好像不是一片本人的样子 but that's ok 所以他说这个东西 要是你是这样的人 你就做得到 就是对你来说很棒 so excellent for people what kind of people oh 那个先用词词曲 who are able to detach emotionally 所以要是你有办法在情感上 跟人家切割得很干净 呀 旁边一个睡一个陌生的没差 我跟他没有情感牵扯无所谓 所以要是你有办法 detach yourself emotionally 所以detach就是分割开 attach就是粘在一起 所以如果你能够detach emotionally 然后睡在一个 好 就用一个很有充满尊重 然后没有任何的这个 瓜葛的方式 睡在另外一个人旁边 so you sleep next to another person in a completely respectful 完全是尊重 以及non-strings-attached 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 你今天想约个炮 那你这个约炮就是 讲得很清楚 我们只交换提议 不交换情感 所以我们就说 这是一个 no-strings-attached 的一个关系 ok 所以no-strings-attached relationship ok you can call that a relationship sure but it's a no-strings-attached relationship 我跟你没有任何线连在一起 所以这就是string的概念 我跟你或许有 I don't know 工作上的关系 that would be a string that connects us 我跟你可能有 I don't know 房东跟房客的关系 I guess that can be some kind of a string 但我跟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no-strings-attached 当然还有另外一些说法 像例如说我们 FWB 我不知道有没有听过 Friends with benefits ok要不要加S 我都忘了 先不要好了 我觉得加比较对 Friends with benefits 那他的意思就是 那benefit是什么 benefit你知道是益处 这里的益处就是 我得到你的身体 你得到我的身体 所以他不会延伸为说 任何益处的 像例如说 我跟你有金钱上的往来 你可能说金钱也是benefit no 这个完全不是这一个脉络 你只要讲到 Friends with benefits 一定讲的就是 是打炮的 好炮有关系 好anyway 所以唯一的benefit就是body bodily benefit 好所以这边 就看到反正 这个东西现在正在 就是trending就是了 好那 呃这里就看到了 lucrative 我们刚刚说这个词 就是赚很多钱 所以他说 这个trend can be an extremely lucrative move 只要两个人呢 就两兆啊 都对于这一个条件 是很清楚的 那那个条件 他用的词是terms so as long as both parties are clear on the terms ok 所以两个人都需要 尊重彼此的界限 尊重彼此的价值观 什么这些的 我把这一段再读完好了 so it takes two people who respect each other's space values and boundaries to do hard bedding sure ok 好像就是这个人没错啦 因为他的确是一个brunette 不对是黑发的靠北 我错了 好他这个是黑发的 他这边采访的人叫做jermiah 那这个jermiah是一个brunette brunette就是红发的女生 that doesn't matter 好所以他就是分享一个房间 有两张床 只是这变成了一张床 ok 所以他这里还说 it's just like sharing a room with two beds however you only sleep in one same bed together so you definitely want a big bed and lots of space in the room to make it worthwhile 好了 anyway 就这样吧 那我前面刚刚说的 说不定我也可以来坐坐看 但是谁会跟我睡啊 拜托 好了 这个 这个就不要梦想了吧 好anyway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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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